第五十回秦童前厅燕音欢待安息游蝴蝶向词曰 欲眼相为论前犬 先脸双额愁夜短 催促少年郎 先去睡 冤亲土暖 须与整顿蝶风情 托罗长 自情无限 留着帐前灯 时时看衣娇面 话说那日礼娇儿上寿 观音安王姑子请了莲花安靴姑子来 又带了他两个徒弟庙奉 庙去 月娘知道他是个有道行的姑子 连忙出来迎接 见他戴着清静僧帽 披着茶喝袈裟 剔得清玄玄头儿 生得魁肥胖大 找口屯塞 进来与月娘众人合掌问讯 慌得月娘众人连忙行礼 见他扑眉山眼 拿班做事 口里咬文嚼字 一口一声只称呼他薛爷 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萨 或称观人娘子 月娘甚是敬重他 那日大敬子 杨姑娘都在这里 月娘摆茶与他吃 菜书点心摆了一大桌子 比寻常分外不同 两个小姑子庙去 庙缝才十四五岁 生得甚是清俊 就在他旁边桌头吃东西 吃了茶 都在上房内做的 听着他讲道说话 只见书童儿前边收下家活来 月娘便问道 前边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 书童道 刚才起身 爹送出他去了 吴大敬子一问 是那里请来的僧人 月娘道 是他爹今日与菜御史送行 门外寺里带来的一个和尚 酒肉都吃的 他求什么药方 与他银子也不要 钱也不受 谁知他干的什么隐生 那些姑子听见 便说道 如婚 饮酒这两件事也难断 道是俺这比丘尼还有些戒行 他和僧门那里管 大藏经上不说的 如你吃他一口 道转世过来须还他一口 吴大敬子听了 道 向俺们终日吃肉 却不知 转世有多少罪业 薛姑子道 四老菩萨 都是前生修来的福 享荣华 受富贵 譬如五谷 你春天不种下 到那有秋之时 怎望收成 这里说话不提 且说西门庆送了胡僧进来 只见戴安悄悄说道 头里寒大神使了他兄弟来请爹 说今日是他生日 请爹好歹过去做做 西门庆得了胡僧要 心里正要去和妇人试验 不想来请 正中下怀 急吩咐戴安被马 使秦桐先送一坛酒去 于是竟走到金莲房里取了银器鲍尔 便依小茂戴着眼纱 戴安跟随 竟往王六二家来 下马道里面 就吩咐 刘秦桐儿伺候 戴安回了马家去 等家里问 就说我在狮子街房子里算账里 戴安应诺 骑马回家去了 王六二出来与西门庆磕了头 在旁边陪坐 说道 吴氏 请爹过来散心做做 又多谢爹送酒来 西门庆道 我忘了你生日 今日往门外送行去 才来家 因向秀中取出一根簪耳 帝与他道 今日与你上寿 妇人接过来观看 却是一对金兽字簪耳 说道 道好样耳 连忙到了万福 西门庆又帝与他五钱银子 吩咐 你称五分 交小四有南烧酒买一瓶来我吃 王六二笑道 爹老人家别的酒吃宴了 想起来又要吃南烧酒了 连忙称了五分银子 使秦童儿拿瓶买去 一面替西门庆脱了衣裳 请入房里坐的 亲自炖好茶与西门庆吃 又放小桌儿看牌耍子 看了一回 才收拾吃酒不提 单表戴安回马到家 因跟和尚走得乏困了 一觉直睡到掌灯时便才醒了 柔柔眼儿 见天晚了 走到后边要灯笼接爹去 只顾虑着 月娘因 问他 头离你爹打发和尚去了 也不进来换衣裳 三不知就去了 端帝在谁家吃酒 戴安道 爹没往人家去 在狮子街房里算账里 月娘道 算账 没得算嫩一日 戴安道 算了账 爹自家吃酒里 月娘道 又没人陪他 漠不平白的自家吃酒 眼见的就是两样化 头离韩道国的小厮来寻你做甚么 戴安道 他来问韩大叔几时来 月娘骂道 贼求根子 你又不知弄什么鬼 戴安不敢多言 月娘教小玉拿了灯笼与他 吩咐 你说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寿里 戴安应诺 走到前边铺子里 只见书童尔和父伙计坐着 水柜上放着一瓶酒 几个碗碟 一盘牛肚子 平安儿从外拿了两瓶宅来 正饮酒 戴安看见 把灯笼掠下 说道 好呀 我赶着了 音像书童尔戏道 好饮腹 我那里没寻你 你原来躲在这里吃酒儿 书童道 你寻我做甚吗 想是要与我做伴日孙子儿 戴安骂道 叔叔小丝 你也回嘴 我寻你 要入日你的屁股 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 就亲嘴 那书童用手推开 说道 怪行货子 我不好骂出来的 把人牙花都磕破了 帽子都抓落了人的 复火祭见他帽子在地下 说道 心意盏灯帽儿 交平安儿 你替他拾起来 只怕洗了 被书童拿过 往炕上只一摔 把脸通红了 戴安道 好淫妇 我逗你逗儿 你就恼了 不由分说 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 尽力往他口里吐了一口唾沫 把酒推翻了 留在水柜上 复火祭恐怕失了帐步 连忙取手巾来抹了 说道 管情柱回两个碗 恼了 戴安道 好淫妇 你今日讨了水口里话 这等牛手牛脚 书童把头发都揉乱了 说道 耍便耍 笑便笑 扎辣辣的失从水子吐了人嫩一口 戴安道 贼村叔叔 你今日才吃失从 你从前以后把失从不知吃了多少 平安筛了一欧子酒地与戴安 说道 你快吃了接爹去吧 有话回来和他说 戴安道 等我接了爹回来 和他答话 我不把叔叔小丝不摆布的见神见鬼的 他也不怕 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养的 我只依 未干年 于是吃了酒 门班房内叫了个小半当拿着灯笼 他便骑着马 到了王六尔家 叫开门 问秦童尔 爹在那里 秦童道 爹在屋里睡里 于是关上门 两个走到后边除下 老冯便道 安官尔 你韩大神只顾等你不见来 替你留下分尔了 就像橱柜里拿了一盘驴肉 一碟辣烧鸡 两碗瘦面 一宿子酒 戴安吃了一回 又让秦童道 你过来 这酒我吃不了 咱两个进了吧 秦童道 留于你的 你自吃吧 戴安道 我刚 才吃了欧子来了 于是二人吃壁 戴安便叫道 冯奶奶 我有句话而说 你休恼我 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 替俺六娘当家 如今在韩大审这里 又与韩大审当家 到家看我对六娘说也不说 那老冯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 说道 怪岛路死猴儿 休要是言不适语 到家里说出来 就教他恼我一声 我也不敢见他去 这里戴安尔和老冯说话 不想秦童走到卧房窗子底下 悄悄听去 原来西门竟用烧酒把胡僧药吃了一粒下去 脱了衣上 坐在 床檐上 打开银器包耳 先把银托树旗跟下 跪头上使了硫磺圈子 又把胡僧与他的粉红膏子要耳 剩在个小银盒耳内 捏了有一粒半耳 安放在马眼内 灯时要性发作 那话暴怒起来 路棱跳脑 凹眼圆征 横金皆见 色弱紫干 约有六七寸长 比寻常分外粗大 西门庆心中暗喜 果然此药有些意思 妇人拖得光赤条条 坐在他怀里 一面用手笼钻 说道 怪道你要烧酒吃 原来干这营生 因问 你是那里讨来的药 西门庆把胡僧与他的药告诉一遍 先令妇人仰卧床上 背靠双枕 手拿那话往里放 跪头昂大 如言伴赏 方才尽入些虚 妇人迎金留意 少请滑落 以而锦眉归冷 西门庆九星发作 浅抽身颂 绝夕西人畅眉不可言 妇人则淫心如醉 苏滩于枕上 口内身淫不止 口口声声指叫 大毛挤毛巴达达 淫妇今日可思也 又道 我殃及你 好歹留些功夫在后边耍耍 西门庆于是把老婆倒掘在床上 那话顶入户中 扶起骨儿极力 手飞石崩 手 飞石崩的连声响亮 老婆道 打打 你好生手飞打着淫妇 修要住了 再不 你自家拿过灯来照着玩耍 西门庆于是一灯进前 令妇人在下植树双足 她便骑在上面 都起骨蹲聚而提之 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 颁起骨儿就之 颤声不已 西门庆音对老婆说 等你家的来 我打发她何来保 催本扬州之言去 支出盐来卖了 就交她往湖州支了丝绸来 好不好 老婆道 好达达 随你交她那里 只顾去 留着王八在家里做甚吗 双引号 音问 铺子却交谁管 西门庆道 我交奔四且替她迈着 王六儿道 也罢 且交奔四看着罢 这里二人行房 不想都被秦童儿窗外听了 戴安从后边来 见她听去 向身上拍了一下 说道 平白听她怎的 趁她未起来 咱们去来 秦童跟她到外边 戴安道 这后面小胡同子里 新来了两个小丫头子 我头里骑马打这里过 看见在鲁长腿屋里 一个叫金儿 一个叫塞尔 都不上十七八岁 交小半当在这里看着 咱们混一回子去 一面吩咐小半当 你在此听着门 俺们静静手去 等里边寻 你往小胡同口二上来叫俺们 吩咐了 两个月亮地里走到小巷内 原来这条巷换作蝴蝶巷 里边有十数家 都是开房子吃一饭的 戴安已有酒了 叫门叫了半日才开 原来王八正和前婆鲁长腿 在灯下拿黄杆大等字称银子 见两个凶神也四撞进来 连忙把里间屋里灯一口敲灭 王八认的戴安是提醒索西门老爹家管家 便让座 戴安道 叫出他姐儿两个 唱歌曲二俺们听就去 王八道 管家 你来得迟了一步耳 两个刚才都有人了 戴安不由分说 两步就撞进里面 只见灯也不点 月影中 看见炕上有两个戴白毡帽的九太公 一个炕上睡下 那一个才脱裹脚 便问道 是什么人进屋里来 戴安道 我入日你娘帝眼 搜的旨意全去 打滴那酒宝叫声 阿口乐 裹脚袜子也穿不上 往外飞跑 那一个在炕上爬起来 一步一跌也走了 戴安叫掌起灯来 骂道 贼野蛮流明 他道问我是那里人 刚才把毛搞 尽了他的才好 平白放他去了 好不好拿到衙门里去 教他且试试新家棍着 鲁长腿向前掌上灯 拜了又拜 说 二位管家哥哥息怒 他外惊人不知道 修要和他一般见识 音令 金儿 塞尔出来 唱与二位叔叔听 只见两个都是一窝丝盘迹 穿着洗白衫耳 红绿裸裙耳 向前道 今日不知叔叔来 夜晚了 没曾做的准备 一面放了四叠干菜 其余几叠都是鸭蛋 哈米 熟鱼炸 咸鱼 猪头肉 甘板肠儿之类 戴安便搂着塞尔 琴 铜便拥着金儿 戴安看见塞尔带着银红沙香戴尔 就拿袖中和金儿 两个换了 少请筛酒上来 塞尔拿中儿针酒 帝宇戴安 先是金儿取过琵琶来 奉酒与琴同 唱个山坡扬道 烟花债 尾时的难过 白不得清凉到作 逐日家迎宾待客 一家二吃穿拳靠着奴身一个 到晚来印子房前逼的是我 老钱婆她不管我死活 在门前站到那更深而夜晚 到晚来有那个问生我那饱饿 烟花债在柱上五载三年来 奴活命的少来死命的多 不由人眼泪如梭 有 铁树上开花 那是我收缘结果 金儿唱碧 塞尔又珍一杯酒地与戴安尔 接过琵琶来才带要唱 呼见小半当来叫 二人连忙起身 戴安向塞尔说 俺们改日再来望你 说必出门 来到王六儿家 西门庆才起来 老婆陪着吃酒里 两个进入厨房内 问老冯 爹寻我美来 老冯道 你爹没寻 只问马来了 我回说来了 再没言语 两个坐在厨下问老冯要茶吃 每人喝了一欧子茶 交小半当点上灯笼牵出马去 西门庆林起身 老婆道 双引号 爹 好暖酒儿 你再吃上一中儿 你到家末不又吃酒 西门庆道 到家不吃了 于是拿起酒来又吃了一中 老婆便道 你这一去 几时来走走 西门庆道 等打发了他没起身 我才来礼 说必 丫头点茶来 竖了口 王六儿送到门首 西门庆方上马归家 却表今年同众人在月娘房内 听薛姑子徒弟两个小姑子唱佛曲儿 忽想起头里月娘骂戴安 说两样话 不知弄得什么鬼 因回房向床上摸那银器包儿 又没了 叫春梅问 春梅说 头里爹进屋里来 向床被阁抽屉内翻了一回去了 谁知道那包子放在那里 金莲道 他多攒进来 我怎就不知道 春梅道 娘正往后边瞧薛姑子去了 爹带着小茂儿进屋里来 我问着 他又不言语 金莲道 一定拿了这行货 往院中那银妇家去了 等他来家 我好声问他 因又往后边去了 不想西门庆来家 见夜深 也没往后边去 琴童打着灯笼 送到花园脚门首 就往李平儿屋里去了 琴童儿把灯一焦送到后边 小玉收 了 月娘看见 便问道 你爹来了 琴童道 爹来了 往前边六娘房里去了 月娘道 你看是有个曹道的 这里人等着 就不进来了 李平儿慌的走到前边 对面门庆说道 他二娘在后边等着你上寿 你怎的平白进我这屋里来了 西门庆笑道 我醉了 明日吧 李平儿道 就是你醉了 到后边也接个钟儿 你不去 惹他二娘不恼吗 一粒窜朵西门庆进后边来 李娇儿递了酒 月娘问道 你今日独自一个 在那边房子里坐到 这早晚 西门庆道 我和殷二哥吃酒来 月娘道 可又来 我说没个人儿 自家怎么吃 说过就罢了 西门庆庆不宜时 提起脚二还学到李平儿房里来 原来是王六儿那里 因吃了胡僧药 被药性拔住了 与老婆弄耸了一日 恰好没曾丢身子 那话越发坚硬 形如铁杵 进房交迎春 脱了衣上 就要和李平儿睡 李平儿只说他不来 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 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见识他 便道 你在后边睡罢了 又来做甚吗 孩子才睡得甜甜儿的 我这里不耐烦 又身上来了 不方便 你往别人屋里睡去 不是 只来这里缠 被西门庆搂过脖子来 就亲了个嘴 说道 这奴才 你答心里要和你睡睡儿 因把那话录出来 与李平儿瞧 虎的李平儿要不得 说道 耶口乐 你怎么弄得他这等大 西门庆笑着告他 说吃了胡僧药一劫 你若不和我睡 我就急死了 李平儿道 可怎么样的 身上才来了两日 还没去 一发等去了 我和你睡罢 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里歇一夜儿 也是一般 西门庆道 我今日不知怎的 一心只要和你睡 我如今拉个基尔秧吉尼秧吉尔 再不你教丫头多些水来洗洗 和我睡睡也罢 李平儿道 我倒好笑起来 你今日那里吃的嫩醉醉儿的 来家歪丝缠我 就是洗了也不干净 一个老婆的月经沾污在男子汉身上月涕辣辣的 也会气 我到明日死了 你也只寻我 于是吃逼乐不过 交迎春多了水 下来早聘干净 方上床与西门庆交会 可煞作怪 李平儿慢慢拍轰的观戈尔睡下 只刚爬过这头来 那孩子就醒了 一连醒了三次 李平儿交迎春拿搏浪鼓二哄着他 鲍鱼乃子那边屋里去了 这里二人方才自在玩耍 西门庆坐在帐子里 李平儿便马爬在他身上 西门庆到插那话入聘中 以而登下窥见他雪白的屁股儿 用手抱着 且戏观其出入 那话已被吞进小节 心不可遏 李平儿怕带出雪来 不住取金怕抹之 西门庆抽拽了一个时辰 两手抱定他屁股 只顾揉搓 那话尽入至根 不容毛发 旗下脆毛皆次旗鼓 决西西人唱美不可言 平儿道 双引号 达达 慢着些 顶得奴隶边毫不疼 西门庆道 你既害疼 我丢了罢 于是向桌上取过冷茶来瞎了一口 当时经来 一谢如注 正是 四体无非畅美 一团都是阳春 西门庆方之胡僧有如此之妙药 睡下十以三更天气 且说潘金莲见西门庆在李平儿屋里歇了 直到他偷去银器包儿和他玩耍 更不体察外边勾当 是夜暗咬银牙 关门睡了 月娘和薛姑子 王姑子在上房宿睡 王姑子把整治的头男衣包并薛姑子的药 悄悄地与月娘 薛姑子叫月 娘 捡个人子日 用酒吃下 惋惜与官人同床一次 就是胎气 不可交一人之道 月娘连忙将药收了 拜谢了两个姑子 又向王姑子道 我正月李毫不等着 你就不来了 王姑子道 你老人家道说得好 这件物儿好不难寻 亏了薛师傅 也是个人家媳妇儿养头次王儿 可可薛爷在那里 悄悄与了个属老娘三钱银子 才得了 替你老人家熬繁水打磨干净 两盒鸳鸯新瓦 泡链如法 用重罗筛果 搅在服药一处才拿来了 月娘道 只是 多类薛爷和王师傅 于是每人拿出二两银子来相谢 说道 明日若做了胎气 还与薛爷一匹黄鹤段子做袈裟穿 那薛姑子和掌到了问训 多成菩萨好心 常言 十日卖一旦真卖不得 一日卖三旦夹倒卖了 正是若叫此辈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头太联罗筒了 那么多人 这样的麻烦